人类武器发展至今 其本质呢 就是想方设法把炸药更准确的 有效的送到 想要它炸开的地方 那么费尽力气把炸药送到了 怎么样才能让它按时按点的 或者是在最佳时间起爆呢 取得最大的杀伤效果呢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炮弹 导弹 不可缺少的各种隐性 作为军事爱好 平时呢 我们的目光 多是被各种先进的导弹炮弹 以及威力巨大的炸弹所吸引 但在我们视线看不到的地方 在那个不那么起眼的隐信 却是决定着 这些先进武器威力的重要部件 小到寻常的烟花爆竹 大到毁天灭地的核武器 都离不开隐信 如果按照现代武器的隐信 按结构来分的话 大致可以被分为 机械式和电子式两大类 而按作用方式呢 又可以分为触发隐信 时间隐信 进炸隐信 复合隐信等 那么种类这么多的隐信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触发隐信 史泰龙在兰博系列电影 滴滴血里使用的爆炸箭头 就属于机械式触发隐信 它通过箭头撞击目标 带动机针 激发 火冒雷管 最终引爆撞药 不过这毕竟是电影中的道具 所以我们还是得看真家伙 才能真正的了解触发式隐信 图中的隐信是苏联的KTM-1 这款隐信呢 被苏军广泛的应用到了 45毫米 76毫米榴弹炮 坦克炮上 例如T34使用的76毫米榴弹 用的就是这个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好奇啊 它为什么还会有一个盖子 这是因为这款隐信 有两种触发模式 分别是顺发和延迟 由于隐信的内部结构都比较复杂 由机针 发火和保险装置等部件组成 这里大兵就不聊它的构成了 直接给各位说明一下 它的作用原理 顺发模式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发射前 需要拧去头部盖子 使用弹头撞击目标 里面的机针后退 撞击发火装置 最后引爆 延迟模式呢 则需要在发射前保留盖子 弹头在撞击目标后 由于盖子的存在 所以机针不会后退 而发火装置 在惯性作用下 前冲主动碰撞机针引爆 整个过程呢 会有一个小延迟 可以让炮弹 穿透目标后爆炸 此处的KTM-1隐信的保险装置 也有两种解除方式 一般情况下呢 它依靠着炮弹发射时的 加速度来解除 另一种呢 解除保险方式 则是利用炮弹 在膛内旋转的离心力来实现 单独听时间引信这个名字 可能各位没什么概念 但是这类引信呢 实际上我们都接触过 因为烟花爆竹的导火线 就是最简单的时间引信 而在武器装配中 手榴弹呢 是采用时间引信 比较多的一种装备 当它的拉环被拉开 保险销弹飞后 其内部的引线会被撞针点燃 烧尽后最终引爆装药 当然了 不同的手榴弹 这个过程也不一样 例如木柄手榴弹 通过拉火管点燃引信 卵型手榴弹呢 则通过释放机针 撞击发火装置 点燃引信 当然了 也有碰炸引信的手榴弹 比如二战时英国的69型 77型 82型 苏联的RPG-43反坦克手榴弹等 这类型的手榴弹呢 是依靠撞击力来激发引爆 还有 既拉既爆的 不过这类类型的手榴弹 明显是不能扔着用 只能用来布置陷阱鬼雷 至于炮弹上的时间引信 那可要比手榴弹精密多了 其复杂程度堪比是钟表机芯 因此有些军火制造商 会直接把炮弹引信的设计工作 交给钟表公司来制造 比如美国的M564引信 就是汉密尔顿钟表公司制造的 这款引信呢 属于机械时间引信 可以设置2到100秒的延迟 炮弹在离开炮口60米后解除保险 不过一个引信好不好 那还得看造价 毕竟便宜好用 才能大规模的生产消耗 而M564显然是位居此列 1970年的时候 单个的成本仅需15美元左右 当时美国是共计生产了 约2000万枚 主要用于美制的105毫米 155 203毫米的加流炮 和106毫米迫击炮弹上 此外呢 二战时著名的88炮 也有时间引信 当然了 不止88炮 此前的很多防空炮呢 也都使用时间引信 一般会根据目标的高度 来设定引爆时间 依靠弹片来完成杀伤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了 大兵前面说到的 美国的M564是机械时间引信 那么既然有机械的 肯定也有电子的 但是这两种时间引信的作用 其实都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是 电子的使用起来 比机械的方便一点 进炸引信 也叫VT引信 是二战中出现的一种 新式引信 它名字中的VT 是Valuable Time的缩写 即时间可变 能够做到起爆时间 灵活和自动起爆 但这种引信呢 追根溯源 实际上就是 电子时间引信的衍生产品 也可以称它为 电子引信 其工作原理是 利用无线电信号 放大的进炸引信 只要回波信号达到预值 就可以自行引爆 而这种方式呢 大大增加了命中概率 在敌方机群 实施轰炸或者扫射时 既可以有效地 保护舰艇和地面的士兵 而这种引信 最先是美国人研发出来的 在二战期间呢 被用在了127毫米的防空炮上 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二战期间 装备了MK53引信的 127毫米防空炮 平均每500发 就可以击落一架敌机 而装备时间引信的88炮 则需要每2000发 才能击落一架 差距是相当明显 不过这种引信 受当时电子 器件水平的限制 当时呢 美军只能把它装到 127毫米的防空炮上 更小口径的 伯夫斯40毫米 和28毫米防空炮 是没法使用的 不然的话 旧日本的航空兵 那真的是要骂街了 那么轴心国 为什么不研究进炸引信呢 实际上这种引信 他们也是有研究的 但是由于器件工艺水平 落后美国不少 所以没有取得成功 我们都知道 火炮在发射的瞬间 电子器件 是要和炮弹一起 承受上万个计的加速度的 当时的电子器件 根本承受不住 这样的冲击 比如说 德国人做的 真空冷音急闸流管 虽然灵敏度很高 但是他们始终解决不了 耐冲击问题 此外真空冷音急闸流管的 探测距离也非常短 只有几米 也就是说 如果炮弹不能打到 距离目标几米的范围 根本就不会爆炸 这也大大降低了 机毁机伤飞机的概率 至于日本方面 电子方面呢 比德国还要落后的多 所以只能玩得起 转机械引信 所以呢 虽然德国从1930年 就开始研究 无线电进炸引信 日本呢 也是从1939年开始研究的 但是直到二战结束 他们都没有能拿出 能用的产品 相比之下呢 美国40年才开始研究 43年 MK53就已经量产了 而在二战之后 随着集成电路和IT技术的进步 不论是时间引信 还是进炸引信 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其中进炸引信的作用方式 也诞生了很多 有无线电引爆的 激光的 声引爆的 磁引爆的 压力的等等 例如T89进炸引信 就是通过自身发射 无线电信号 当信号遇到目标时 反射回来被接收 越接近目标 信号越强 达到一定强度时 电子开关触发 可以做到凌空爆炸 增加对软目标的杀伤力 因此 T86被广泛用于 航空炸弹和火箭弹 此类的弹药 此外 现代的对空导弹 也都采用进炸引信 比如 美军早期的 响尾蛇空空导弹 采用了无线电 和磁信号进炸引信 AIM-9X此类新型的 则开始使用更高效的激光石 而除了以上这些 目前最新的进炸引信 是德国莱茵金属 收购瑞士欧瑞康后 开发的编程引信 这种药引信 被用在天顿防空系统的 35毫米速射炮上 大概原理 使雷达不断地跟踪目标 并计算出射击诛源 使速射炮瞄准 在炮弹发射后 由炮口线圈 传输给出塘的炮弹 每一发出塘的炮弹 都根据计算机设定的 参数起炮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 对目标的拦截概率 简单来说 复合引信就是 具有两种不同作用原理 或者作用方式的引信 例如机械和电子里 相结合的进炸引信 或具备触发 进炸 时间等 两种以上作用方式的引信 采用这种引信的武器 咱们最熟悉的是RPG 它的引信是有两种 一种是弹头前面的触发引信 和内置的时间引信 当火箭弹发射后 即便弹头没有接触到目标 也会发生自爆 这个时间一般会控制在4.5秒 而提起这个 让大兵想起了某个电影中 主角拿着床垫内的弹簧 挡下了RPG 我们且不说火箭弹的冲击力度 铁丝能不能承受住 就单从RPG的引信来了解 这种操作显然不太可行 所以 当然了 目前RPG的使用国家超过了100个 也有很多国家能生产 例如保加利亚生产的ATGLL 甚至一些民间组织也能生产 而俄制的RPG也有过10种弹头 不同的产地 不同的弹头 还有着不同的质量 所以理论上 被床垫挡住的概率也是有吧 不过大兵建议有条件的朋友肯定是不要尝试了 整体来说 复合引信的出现 使引信在目标识别和炸点控制时 可以利用的信息有了大幅度增加 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也提高了引信的作用可靠性 而多数选择引信 扩大了同一引信的使用范围 对于提高引信通用性 产品系列化 标准化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且还简化了弹药的管理和使用 易于实现最佳引战配合方式 极大的提高对目标的毁伤效果 关于大兵单独把航弹引信拿出来说 那是因为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 阿根廷空军向英国军舰投下了 并且命中了13枚航弹 但是都没有报 最终让许多英军军舰是私立逃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当时的MK80系列航弹的引信 这一系列的航弹 普遍采用的是M904和M905引信 它们的作用方式前面也有提过 就是触发和延迟 这两种引信被装进炸弹后呢 使用一条铁线连着保险烧 铁线一端呢 则连到挂架上 当炸弹投下时呢 铁线把保险烧扯掉 然后M904是气压启动 当飞行空速在每小时200到600公里 高度在150米上时呢 才会被激活 这时引信前面的小风车会转动 引信处于待发状态 当时研发人员的这样的设计原因呢 是如果飞机挂弹出击 还没到敌方空域 就被击伤或者出现故障 可以让飞机把高度或者速度 降到引信启动的条件以下 然后扔掉炸弹减负 同时呢 又不会让炸弹爆炸造成己方的损伤 另外太低高度投弹爆炸冲击波 也会追上飞机 这也是设定引信启动条件的原因之一 而在马岛战争中 阿根廷空军为了躲避英军舰的防空火力 是以远低于150米的高度突防 所以导致众多的炸弹命中 却没能正常的引爆 如果这些炸弹全部都正常爆炸了 那么当时的英国输的概率是相当大 最后大兵再简单聊一聊核武器的引信 哦不对 准确说呢 是应该叫做起爆装置 目前的起爆装置有两种 分别是枪式和内爆式 其中枪式也称为子弹式 枪式结构的原理呢 是让两块油块快速合拢 达到临界质量后 会自然的触发炼式反应 结构简单 易于操作 但爆炸效率极低 比如说美国投放在广岛的小男孩 装药60公斤 理论上呢 能产生40万吨爆炸当量 但实际上却只有1.5万吨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 是早期原子弹的引爆方式是有缺陷的 绝大部分的核燃料并没有参与炼式反应 60公斤的油 只有大约2公斤发挥了全部效能 内爆式呢 也是使用炸药起爆 使装药产生反应 不过呢 内爆式的工艺技术难度会比枪式要高一些 但是有利于核武器的小型化 总的来说 随着武器的不断发展 引信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 但是没有可靠的引信 那么再先进的弹药 也就只能是一个大烟花 或者是一个可以砸出坑的铁疙瘩了 所以引信虽小 但是却相当重要 它才是武器弹药战斗力的保证和威力倍增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